午后的时光总是特别的让人安定安心 其实安定是心境 是一个人内心最舒缓的时候 可以一瓶瓶茶 听听钢琴曲 一或者是看看内宇男艺人的花美男吧 说到内宇的这些高颜值男艺人 他们长得帅 颜值高 腹肌满满 非常的诱人 充满了性张力 但是为什么小清新美男 相对来说那么的受欢迎呢 主要是他们给人清新甜蜜 初恋般的感觉 谁的初恋不是自己内心的白月光呢 今天一起来探讨内宇那些真正的小清新美男吧 看看你心目中的那个他上榜了吗 第十名林更新 林更新出道这么多年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被贴上油腻的标签呢 反而大众对他的评价是帅而不腻 清新爽朗 主要是因为林更新非常的真实的一个男艺人 除了演戏和参加活动几乎很少化妆 每次看他不是那种特别帅的男人 但是就是有一种刚洗完澡出玉的感觉 对于男人来说 洗澡后的男人其实感觉更有魅力 充满了清新的感觉 还有林更新也是非常自律的一个男艺人 偶尔的发胖 但是只要角色需要 分分钟钟回到颜值巅峰 加上他不做作的性格直男属性和网友之间的互动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汉子 所以林更新身上真的是非常充满小清新美男的感觉 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一样充满魅力呀 加油林更新 期待你带来比楚桥传 与凤星更优质的作品 第九名 黄景瑜 黄景瑜算看起来是一个大猛男 和小清新属性沾不上边 但是细细看来 黄景瑜其实也是非常信任的男艺人 他不做作 杨刚直男属性 大大咧咧的也是特别喜欢吃 记得参加综艺还有一个小时就要赶飞机 他都要趁机做一点美食 靠了自己 时间安排的相当合理 和陈学东参加综艺真的是太直男了 陈学东在究极选择哪一个好看的时候 黄景瑜却要选择试用的 总之那档综艺节目黄景瑜真的是非常的真实 他的身材也是相当的棒 腹肌满满 性张力爆棚 但是看起来就是不油腻 这样一个常常饰演军侣题材的男艺人 饰演起爱情现有俱来 也是相当的好看 不错 黄景瑜唯一日违和防暴队 不见不散 第八名 吴磊 童星出道的吴磊算是大众看着长大的 忽然之间 大家不能用看小孩子的心理来看待吴磊了 他变得非常的成熟有魅力 虽然他的脸上还是有些许的稚嫩 但是饰演起爱情剧的吴磊 也是非常的充满魅力呀 油而不腻 观赏性强 星寒散烂中将男性魅力展现的淋漓精致 在爆剧十分里面也是CP感满满啊 最近他的电影草木人间 也是对他充满挑战的一部剧 蒋琴琴在里面的爆发力惊人 吴磊的表现也不错 总之吴磊真的很帅 而且也是一个充满小清新的美男了 第八名 徐凯 徐凯出道那么久 饰演了那么多的男主剧 他的身上也没有油腻男艺人的感觉 除了招摇里面 试感稍微差一点 在漏游园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 烈火军校更是帅到爆棚 今天晚上 成欢季开播 是徐凯和杨子的线偶爱情剧 期待徐凯的姚志明 给大家不一样的观感吧 第七名 李线 李线因为霸总韩上演 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线男友 梦中情人 爆火火的李线资源非常不错 饰演了非常多优秀的剧 除了剑王朝里面的古装扮相不忍之事外 他和刘亦飞的去风的地方 确实非常不错 男帅女美 那种爱情的甜蜜感 演绎的恰到好处 他的新剧春色寄情人里面 虽然吻习众多 但是给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甜而不腻 这就是李线的魅力呀 还有李线也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从小肥胖的他 减肥后 他的身材一直保持到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 腹肌满满 非常的具有观赏性 李线走路也是非常的独特 网友只看背影就知道他是李线 简直深入人心了 4月15日 李线的群星闪耀室 要和大家见面了 期待帅气爆棚的向原生 其实正是因为有了无数个向原生一样 默默奋斗的无名英雄 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这剧一定非常好看 加油李线 第六名 朱一龙 朱一龙出道时间非常的长 在镇魂前的朱一龙 饰演了非常多的剧 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所以在镇魂双男主剧已经播出 朱一龙迅速火遍拳王 那个戴着眼镜 温润典雅 斯文帅气 透着小清新的男主角 真的是太令人上头了 还有枝佛里面 如白月光一样的小公爷齐横 清新帅气迷人 虽然是一个男二 但是真的是很感觉 秒杀男主啊 全网都喜欢他和女主在一起 那段恋情虽然青涩 短暂 但是唯美呀 不管是林南生 还是莫三妹 何飞等角色 朱一龙爆发力相当的惊人 入戏状态绝佳 饰演的角色非常的香火 这就是朱一龙影帝的魅力 为什么朱一龙的眼睛 总是那么的清澈干净 他真的是 如白月光一样 清新帅气的大美男子呀 这样的男人 谁能不爱呢 第五名张灵鹤 大张腿帅哥张灵鹤 也是内鱼中非常火爆的一个 新鲜花美男 说他是花美男 是因为他超高的颜值 说他是小清新帅哥 是因为他演绎不同的角色的精湛程度 归来仍然是少年感满满 张灵鹤因为云之雨 长月静命 宁安如梦 奠定了他的内鱼爆火之路 资源相当的好 代播剧超级多 还在拍摄新剧 所以说张灵鹤能够持续温度的 输送作品 也是内鱼中非常爆火的艺人了吧 张灵鹤的五官非常的清秀帅气 和他的大长腿却又形成强烈的反差 简直帅到爆棚 加上从他那绝美清秀的颜值下面 还能够演出近乎变态 风批感爆棚的穴位 可见张灵鹤不一般啊 最近张灵鹤代言肖邦 是最开始还以为是动尾 张灵鹤不错 加油大美男 四海冲名 杜花年 胡耀小红尿 非常让人期待 第四名 成毅 成毅抽到多年 饰演过很多配角 终于因为流离爆火 闪闪发光 成毅虽然不是那种 绝顶的大帅哥 大美男 但是成毅身上最可贵的气质 最让人舒服的是 成毅给观众呈现出来的 清新感 舒服感 不油腻 有一点大萌 可爱的帅气 平时非常的安静 但是演戏的时候 却又像是换了一个人 全身心的投入到角色 所以才让我们看到会下棋 会爱雕刻的姻缘 爱洗澡 懂浪漫的唐中 毒蛇 打泄帅豹的李莲花 这就是成毅的上光点啊 帅到爆棚 加油成毅 胡耀小红尿 再次爆火吧 第三名 陈兴旭 虽然陈兴旭 善得两个爆火角色 李承莹和谭旋林 都是霸总男主 但是霸总里面带着深情 带着很劲 他演绎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让人看了非常的喜欢 这就是陈兴旭的魅力 帅而不由 能够做到这样的男艺人很少 首先需要超高的身材 很好的五官 以及绝佳的演技 此时后来 陈兴旭在我们的翻译官 和你有今天 头发放下来 有点花美男的即视感 但相对来说 还是没有大背头来的帅气 但是陈兴旭给人的感觉 还是清新的 没有达到油腻的地步 加油 帅总猛男 期待你在你的谎言以动听 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演绎 第二名 刘学义 刘学义出演了那么多的作品 为什么在花间里的播出爆火后 他依然像一位 新鲜爆火出圈的艺人呢 主要是刘学义出道这么多年 虽然布火 但是他没有参加过各种综艺 可能爆火前 也没有机会参加吧 刘学义应该算得上 后继薄发的一个男艺人了 布火是看淡 调整心态 努力专演演技 虽然出演一些配角 往往给人清新帅气的感觉 长风度里面的刘学义 饰演的骆子商 出演时间不长 但是却非常的惊艳 虽然是一个反派角色 但是经验程度 远远高于该今天 饰演的主角顾九思了 当时还以为是哪位 绝帅绝美的新人 后来才发现是刘学义 鼓中绝美的男子 《上年歌星》里面的 无心法师 魅惑惊艳 演技炸裂 也是非常的出彩 她的男主剧《华梅》 虽然没有爆火 但是刘学义的演艺 是获得大众的认可的 艺人签面的刘学义 终于因为花间令 闪闪发光了 羊妈也发文 力挺刘学义 说她演艺真的是 恰到好处 加油 美男子 未来的路还长 期待你在念无双 春花艳的绝佳表现吧 第一名 肖战 肖战如一股 轻轻柔柔的清风 就这样吹进大众的心里 她听声一副笑笑 一张笑脸 让人如目春风 简直太清新了 2019年 夏天的风 让魏无限 吹遍了每个角落 大众对她的喜欢 就像蒲果音的种子一样 让大众心里 发了芽 生了根 就这样的生长着 随着肖战 越来越多的角色 越来越多的心剧 而繁衍 肖战也没有 让大众失望 从陈情令 玉谷摇 梦中的那片海 到郊阳伴我等等 肖战真的是 越成长 演技越进步 曝光度 关注度 热度超高的断层顶流 超级巨星 为什么让人 越看越小清新呢 这就是肖战 作为一个演员的素养吧 长得帅气 五官精美绝伦 颜值爆表 含情默默的锐凤眼 真的是让人 常看常新 这也是一种实力呀 肖战平时应该也是 喜欢看书的一个男艺人 所以 每次活动 肖战的发言 总是给人感觉 那样的舒心 随口的霍将感言 也是恰到好处 方方面面 都照顾细致 记得有一次 肖战获将感言 说了一长段话 每个平台都有顾及到 所以平台们宣传的时候 就各自选择自己的那段 这一点 肖战真的是 太有魅力了 且将心火 使心茶 十九 趁年华 肖战 加油 爱你 么么哒 全媒体关注的巨星 发展越来越好 各位网友 有特别小清新的美男 没有上榜 欢迎留言讨论哦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